每个足球员都有一个梦想 这么大想跳出香港 条路怎么走就未必个个有得选 所以机会来到就要把握 好像一仔娘又为一样 刚刚在葡萄牙拿到她第一份职劫足球合约 想知道她接下来有什么目标 一起看一下 18岁,拿到一份职劫足球合约 非常开心 在这里留了一年半 终于可以在这里比赛 感觉非常兴奋和期待 一句金句就是勿忘初终 要记住自己来的目的和终止 就可以继续走很远很远 我希望踢到有多久 踢得多久 或者可以在更高的层次 踢到就最好 但最后可能退了几年 都希望回到香港 可以试试为东方龙市出赛 对了 加盟到这对葡萄球队 就能给自己的成长更大空间 因为实力会绝对提升 希望可以在这里踢 可以长久,踢好一点 就可以进步得快一点 我觉得这里最大分别 就是这里从小到大 的训练模式不同 这里注重个日技术和基本功 这里日的基本功很扎实 这就是香港最大的分别 我觉得是速度和身形 不会太舒适 但是基本功就是最舒适的地方 所以我们亚洲人 如果真的来到欧洲踢球 就是要球底 其次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健身 去加强自己的肌肉 不要让自己受伤 平时没工作 我通常… 我现在有个课程 就是一个星期三至四天 都会去健身 有一天就是做动态 就是跑步 做烹饪的东西 好 你好 你好 你来吧 你来吧 这里就是我平时吃饭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妈妈 你好 你来吧 我妈妈 你觉得这里如何? 这里很好 这里很好,环境和消息 觉得十多人住得辛苦吗 会不会很辛苦 不会 这里 你也是吃一家房 是 你还可以 吃得很好 还有环境和天气也很好 这里 当初我们最主要… 其实他已经大了 他过来的时候是16岁 你问他 究竟你自己想不想 是最重要的 因为16岁 我觉得他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只答了一句 我想进步 我想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想去接触欧洲足球 然后全家人就支持他 坦白说 他16年内都在我们身边 最初都很担心 尤其最初 当然会担心他究竟在外地生活如何 读书如何 踢球如何 和人相处如何 这个就是我教练 加这里的宿舍管理人 你好 叫盖道 之前在中国很出名的踢球 你觉得他怎么样 待了很长时间了 而且接触时间比较长了 地中处很热 对吧 我们对表情也不错 里面就是我们的厨房 这三餐怎么解决呢 这三餐会有人在 求饭过来 但如果真的 有时候比较难吃一点 就可能自己在那里煮食 通常我做完健身 就会在楼下凍肉店 买块牛扒 因为这里的牛扒便宜 比香港便宜很多 所以选择买块牛扒来吃 因为自己烹饭 自己烹饭 自己烹饭 就把货卖 一刹两样 对 就是环境私人进步 因为这里我才会变得更加自律 因为这里很难听说 我无依无靠 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一个 就是上学 无论练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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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大力去第二层 这里是我的房间 先开凳 这里是我弟弟 那是西巴尼的 华仔 你看 这个是西巴尼的 西巴尼的 平时是否这样 等我们来拍摄的时候 特意收拾 那肯定有收拾一点点 但我觉得不收拾 相对而言 可能跟其他男生宿舍来说 他们也算安静一点 那拍下后面 这里就是我们平时的食物 衣服 这个位置就是衣柜的东西 没有特别 这个就是我的床 可以拍下 有很多这些颈巾 东方 东方颈巾 东方颈巾 很贵的 记得要买一条 这个就有 Colfa的颈巾 就这样 你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 有没有拗拳 有战略 和他们的关系全部都很好 我们平时没有工作 星期六天都会出去 一起娱乐一下 一起吃下饭 联宜 有时候一定会有冲突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知道什么事 可能大家晒个孔 说个抱歉 不好意思 其实这件事就很快就能解决 尽量可以避免这些冲突 或者可能你晚上的时候 人家睡觉 你就不要这么大声 人家起床 你要上学 或者联播的时候 你就走路 不要这么大声 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 你不影响到别人 自然也不会影响你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元化 什么人都有 加上这里全都是中国人 我们文化差不多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习惯得很快 这间学校也比较多 中国人 我之前说 因为这里有很多文化 存在的一个国家 什么人都有 所以其实这里不常见 应该说 一开始就… 因为不懂得谱文的关系 就有点困难 但现在我懂得 他们又开始熟悉我 他们就会尝试用英文 或者谱文跟我沟通 他用谱文问我 用英文回答他 现在也不是问题 童年… 其实我一开始不是踢球 我开始游泳为主 但是之后就被爸爸慢慢 天天捉到球场 就慢慢影响影响 一开始中段就踢球加游泳 现在就专心踢球 平时会,每天都是这样上航 有,我已经认了他 我契小孩 另一个? 我应该说好听点 他认了我做契哥 大家想想我叫他什么 日常交流 没有,他就像是哥哥 他也是他的态度 我的态度不太好 他经常会提醒我 小息会 虽然不同班 但小息会找大家 吃饭也会在一起 刚刚也签了我职业足球员 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跟他走 都是同一条路 大了 总是想踢一间好的球 期望越久越好 打到更高级的联赛 最终目标是回饋东方农思 因为我来到这里 我一定要回饋他们 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我从小到大 一定有龟属感 其实大港脚想踢 但现在可能对他来说 有些… 这个目标可能有些遥远 可能我一定有目标 可能踢了23公里 大港脚就看我这边慢慢成长 可能三、四年后 看没有机会拿入选席位 然后跟大哥去学一下东西 入队 他的梦想是想做一个职业足球员 希望他现在在欧洲 签了一份职业合约 希望他的眼睛更加看得阔 希望可以踢到更高层次的职业联赛 希望他发歌发量 我来自香港 我叫一仔 要说香港也要像一仔